自国家统计局7月17日发布 2023年上半年主要经济数据以来 各省份近日陆续公布本地数据 据国家统计局初步核算 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593034亿元 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.5% 比一季度加快1.0个百分点 据澎湃新闻记者不完全统计 截至7月20日 至少已有广东、山东、浙江、四川等15个省份 公布了今年上半年经济数据 同比增速方面上半年15个省份中 有9个省份增速超过全国水平5.5% 分别是上海9.7% 海南8.6% 浙江6.8% 青海6.8% 宁夏6.5% 山东6.2% 河北6.1% 湖北5.6% 辽宁5.6% 四川北京增速则与全国水平持平 其中上海与海南两省市增速超过8% 上海增速最高达到9.7% 12909.8亿元 44125亿元 38717亿元 四川、湖北、上海、河北、北京 处于211梯队 分别为27901.01亿元 26259.22亿元 21390.17亿元 20778.9亿元 20621.3亿元 20147.23亿元 2017亿元 500157.9x 20147.3 20111-2018